I took a stroll down town this evening When I heard music echoed through the night The same old songs that I heard the night before So I started running So I wouldn't be too late 哈囉大家好我是阿信 應該看到我們現在的環境 麥當勞 就其實今天晚上在跟助理開會 那想說開完會之後就來吃個宵夜 那可是剛才點餐的時候 其實就發現整個麥當勞 竟然漲價長得真的夠誇張 而且連薯餅都買不到了 那所以說現在大家應該很好奇 就是說通膨這件事情 到底會持續到多久 因為看到麥當勞漲價 模式也漲價 現在所有的餐廳都在漲價 那當然我們知道 像薯餅啊薯條啊 可能都還在海上飄都還回不來 所以變成說很多餐廳現在都在漲價 所以今天影片反正簡單的 就跟大家聊一下就是說 到底這個通膨亂象會持續到多久 那應該可以看我今天的造型 非常的隨性 對 因為其實今天本來沒有預計要拍片 只是要跟助理開會而已 然後實際說硬是被抓來拍這個片的 反正就是簡單的來跟各位講解 像剛剛其實提到的就是說物價在上漲 其實我跟你講不只是台灣 包含像美國或是英國這些歐美國家 其實他們通膨真的是更嚴重 就我這樣講為什麼美國通膨會這麼嚴重 因為他們之前就是疫情很嚴重嘛 所以變成說美國政府就印了非常多的鈔票 那你想大家有錢要幹嘛 有錢當然就是亂買東西啊對不對 所以你看喔 那些美國人他們有錢了 他們儲蓄率到一個就歷史新高 所以大家不然在家裡沒事做 就是開始買東西 OK好 你看像買筆電買電視 所以你看像去年上半年下半年 你可以看到面板的報價其實就一直在上漲 那其實這個東西就是一個需求面的影響 就是大家一直在買一直在買一直在買 就把那個原物料的報價也一直往上推 那至於像歐洲也是一樣的情況 為什麼它通膨會這麼嚴重 其實在於天然氣的這一部分 我這樣講喔 其實歐洲他們能源主要來源一個是天然氣 另外一個就是風力發電 這些乾淨的能源 但是因為歐洲這人就是北吧 他跟俄羅斯吵架 所以俄羅斯就把天然氣的管線給封起來了 好OK啊 封起來之後咧 那你想 你歐洲你要是天然氣發電 你現在沒有天然氣了 請問一下你的通膨會不會飆升 一定也會 通膨一定會飆那個翻掉好嗎 你可以看到不管像是歐洲跟美國 他們其實整個的通膨是已經比 比台灣還要再誇張到非常多 好我要來加我的奶球了 然後像是剛剛有跟大家提到的就是說 通膨會到底持續到多久 其實我覺得這東西 在今年啊 我就想在今年其實就可以收到控制 為什麼 因為你看喔 其實各國的央行 他們都在控制什麼 他們一定會所謂的控制利率 所以說今年 我跟你講今年可能從三月份開始吧 大概就會去做一個升息的動作 那我這樣講喔 你看到升息 過往升息 只要一升息 整個物價他們就會受到壓抑 這個從 之前我們跑過上圖表給大家看 你就很明顯看到 所以說我個人認為 現在很多餐廳他們都在漲價漲漲漲漲 當然 我覺得 漲上去的物價 跟變成新的女朋友 一樣是回不來 可是如果說整個大環境的通膨 我個人覺得是 應該不會太嚴重 應該可能到第二季或第三季 應該就會受到控制 然後如果再提到通膨的供給跟需求面 我這樣講 其實在整個供給這一塊 現在最尷尬的就是說 之前為什麼通膨那麼嚴重 就是因為供應鏈斷鏈 我們知道疫情很嚴重吧 所以變成說 很多廠商 他們沒有辦法如期的去生產商品 那這個東西其實 也會帶動了商品價格的標高 這個是在供給面的部分 那需求面我們剛剛講過 就是剛剛大家有錢 有錢就亂買東西 可是其實你可以看到 現在美國的儲蓄率也在掉 美國儲蓄率也在掉 變成說 你說不管從供給或從需求面來說 其實你都可以大概知道就是說 大概今年下半年 應該就會受到控制 而且大家不要忘了 其實還有一件事情 我說你看美國他們在今年年底 11月的時候要進行其中選舉 現在那個拜登的支持率已經低到一個誇張 你知道嗎 低到一個海面下了 為什麼 因為大家都不爽 說你美國那個物價這麼高 所以你看嘛 拜登如果在年底要選舉 你覺得他在第二季 會不會來開始控制物價 控制通膨 我跟大家講一定會 所以現在大家很多人在關心說 通膨這件事情 到底要持續到什麼時候 我覺得在今年的第二季第三季 應該就會受到控制 所以這個議題我覺得大家就不用去想太多 當然通膨受到控制 不代表說物價會下來 那個青菜量產的時候 產量很好的時候 我也沒看到青菜菜價比較便宜 沒有啊 所以我覺得這東西 反正物價它是一個歧視 但是我覺得整個大環境的通膨 應該會是受到控制的 OK不過我們提到 其實我雞塊都還沒吃 我現在真的很想吃 我趕快拍一拍好不好 就是我剛剛講到就是說通膨嚴重 所以你看到最近台股有一些相 一些資產類股 其實資產類股最近都有在動 因為它很多營建股啊 或像是統一這一類的 就是那種資產股 其實他們最近都有有點在動的感覺 那你看像台灣的 像原來跟我說台肥 台肥他在南港 我記得好像 南港有開發案吧 然後他全台灣好像有幾十萬 五十萬坪來三十萬坪土地 所以他像台肥最近股價也還算強 那就是因為 他就是一個資產類股 那如果說假設我這樣講 假設之後 美國在三月份開始升息 升息一定會影響到 就是全世界的經濟 那如果等到經濟衰退之後 我覺得大家可以反而要關注的是說 在於一些比較有基本面的股票 因為我們知道 如果說經濟受到影響 然後開始出現一個趨緩的情況 能夠撐住的股票 目前來看還是高科技類股 就是有基本面的高科技類股 所以這個東西我覺得等到之後再跟大家討論 反正短線上我們可以看到一些通膨很高 所以資產類股很強 但如果把時間拉長來看 像台積電這種就是科技類股 有基本面的科技類股 我覺得最終還是會是一個市場的首選 好啦 反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就是稍微簡短的跟大家聊個天 反正是原本沒有要拍這部影片 然後反正竟然都來了 就乾脆跟大家來聊一下通膨這件事情 所以我覺得大家對於這件事情 不用太過的恐慌 反正等到三月份之後 或是說下半年之後應該會比較好 大家要擔心的反而應該是在於說 美國他們接下來升級 甚至就是 再更激進一點的說表的這個動作 我覺得大家反而是 事後要來關心的 不過這個就是以後的影片 再跟大家介紹啦 好啦我來吃東西了 掰掰 了一下 我們很喜歡目的 Galilean 會不會 走 快點 你們 後來 詞